刚刚主任有交代要路 前面那一段我就之后再补充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我们今天用的板 其实这边有很多块板子 这个基本学习型 如果你是第一次教 我会建议你用这三片其中一片就好 中间这一片E.G.Module 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一片 然后那个E.G.Module Mix是新的那一片 看一下 这一片是新的 这一片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然后新的 这一片是新版的 新版的它不做指挥型组合的版本 新版的它是用另外接线的 所以它这边的角位就是这些零件的角位 它全部都拉到这边来 所以你喜欢接哪一个角位 自己拉线接 自己拉线接就好 可是我们刚刚第一代的这个 它因为它是指挥型组合式的 它这个直接套在你的板子上 所以它的所有的角位都定时了 所以你要用这块LED 你就只能用它规定的角位 这样各位了解 这一片就是这一片 差别是在这边而已 它内容差不多 那当然新的板子 它的零件比较多了一点 比较多了一点 好 那另外有一片 这一片也是感测器学习版 它是国内的会手科技 就是跟之前那个Picot Ball 是同一家厂商 那这一家厂商它的 它也做了一个感测器学习版 这一片 这个是第一代 第一代请各位就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买了 请买第二代 这个也是感测器学习版 那它也是直接跨在那个Aduro上面 直接套上去的 指挥型组合式的 那一样都有这些常用的感测器 都在上面 所以一般的输出输入的学习 你这三片随便选一片来买 你上课就 国小上课绝对都够用 那除非说你有社团 或者是你要去参加比赛 你在买外接的模组 其实就好了 好 那所以我们上课是这样挑的 那如果你是进阶型的 进阶型的 我们当然就像那个SCA的套件组 它就是模组式的 它是整套的 然后每一个小模组都是分开的 那这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第一个我想用什么我才拿什么出来 第二个你在做作品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做一支那个看到人会动的小熊 那你一定不会只有装这样 对不对 你一定真的拿一支那个小熊的布 把里面挖掉 把那个人体感测器塞进去 人体外线塞到鼻子那边嘛 然后那个马达再塞到他的手 再做那个 做那个木条或什么 绑在马达上面 然后把它黏在他手上 对不对 这样他一感受到有人进来的时候 他就动舵机嘛 这样手才会动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像这种散开的模组 让你可以方便接线塞到那个你的作品里面去 好 那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用法 那所以这种东西在网路上非常的多 那个大都会地区电子材料行 应该也大部分现在开始都有卖了 台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网路上还是买得到 就是那个 比如说你打那个什么良心科技 他们有在网路上卖 好 那当然你自己去淘宝 掏是最便宜的 淘宝或是那个台湾的露天 都可以都可以买得到 那可是它里面就分两种类 第一种是模组化的 第二种是电子银电型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要自己去掏 请你买模组化的 好 然后第三个Motoduno的 它也处理靠刚刚这一家公司 它也处理靠模组型的 不过因为他们做成这样就会比较贵 这个的好处是 它全部用那个RJ45的插头 就是电话插头 所以你不会插周边 你有没有分辨什么震电负电哪一支 缴哪一个线 不用管 就直接电话线插上去就好 当然这个有方便就要付出代价 更有钱的就去买那个M-Bot那一种 好 所以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 如果你需要硬体的话 我知道台南这边 正主那边它有相关的厂商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什么的话 就直接问它就可以了 好 然后在oduno的规格 不好意思 现在一开始趁大家还有精神的时候 把这个重要东西稍微提一下 好 它有13个输出入 数位的输出入 那其中刚刚你有看到一个PWM PWM 那个前面有一只小猴猫虫的 有没有看到 这数字上面 是不是有个小猴猫虫 这个没有 这个有 这个有小猴猫虫呢 它叫做PWM 这个PWM的意思很厉害 它可以做功率输出的调整 就它不是只有开关 它可以控制功率输出要百分之多少 好 这个是它厉害的地方 好 再来 这个A0-A5就是6个 它有6个输入 所以你可以同时接6个 类比型的感测器 然后它的电压 6到20V都可以用 它的输出能力 它每一只脚 每一只脚控制的输出能力 大概在40米安抵 所以一般你外面买到的模组 几乎都可以使用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用大电流装置 比如说马达就不行 马达它推不动 那 如果推不动 Microbit更不用讲 Microbit的输出能力只有它的十分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马达这种大电流都要另外装电 另外装电 好 那它整个全部 如果你接了非常多的装置 这一面板子的总输出能力是500米安抵 那因为它是受限你的USB 电脑USB的输出能力就是只有500米安抵 好 所以你会发现它 如果你接很多东西它不正常 你就要开始考虑是不是电不够 但是通常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各位在国中小的内容 不会做到那么大的东西 好 那这个我们待会会开始来做 操作示范 好 那我来看一下那个比较有趣的部分 我跟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如果说各位回去 我的网站上面呢 有很多搜集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回去推 你又不知道怎么跟校长讲 我这边有一个 这个影片 洗脑用创客影片包括 他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被充分的提起校长、老师们、同学们的兴趣 比如说一些参考作品 新闻媒体 当然新闻里面讲很多创客的东西 看一下简单几个 让各位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的哦 这个叫Makimaki Makimaki是Adiro的姐妹 两个是姐妹 Adiro一样可以做得到 它是一个只有输入的一个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把所有会导电的东西 可以把它转化成输入的按钮 所以黏土有水分会导电 就可以拿来当作输入的按钮 刚刚那个香蕉也可以 它铅笔和铅笔也是会导电的 所以你作画画笔一样可以用 水当然会导电 所以它是可以拿来做这样的作用 如果你学校有一个这样的高级 毕业的时候学生一定都会弹关琴 每一个都跟中学人一样厉害 人体也会导电 在做生物摄影 它猫踩在铝箔子 然后去喝水的时候身体形成回路 然后就社群人家开照的动作 好 那这个东西也是Making Making 的应用 然后 那你就会想到说 那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做很多大型的装置艺术 互动装置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你看这个大型的互动装置艺术 我上过我的课应该会看过 我是因为这个影片出道 才决定要出来教这个 我们一般去搭捷运搭火车 都会习惯坐电梯 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是为了 其实是为了鼓励运动 然后就把那个楼梯做了一点感装 加上阿滨楼加上感测器 然后把它做成大钢琴 那每一阶踩上去 就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他们就在旁边做观察 做实验 然后他就会发现 看到这个东西一定会好奇 好奇就会去踩 踩了就会有声音 有声音之后会发现音阶不一样 就会开始去试谈看看 然后这里就变成一个景点 然后包括那个亲子的 男女朋友的 还有那个老婆要来復健的 你会发现就是 就是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开始走那个楼梯 就不搭地址了 所以一方面促进产业观光 一方面也可以健康 还可以学到夜里的 促进男女的感情 那这个装置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装置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用完电话来说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先看两个就好了 等一下各位如果觉得快要睡觉 我们再看一个 因为东西很多看不完 然后那个 这边 学校的作品 这个是我们在学校做 有时候我们可以录一下 的一些作品 那各位有空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 那各位应该现在都装好了 那我来试一下 各位装好之后呢 你的桌面上应该会有一只 大头机器人 那请你把大头机器人 点两下 好 快点两下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边有好多选项 我来注意一下 把你的板子 把你的板子接上去 蓝色这一片 蓝色这一片 蓝色这一片蓝色板子 用USB线把它接到你的板子上 接到你的电脑上 好 你把它接上去之后呢 如果你的电脑是第一次装蓝色板子 你会要上一只到两只的驱动层次 好 那 你们买的这一片应该是香荣版的 香荣版就 就上那个香荣版的驱动层次 那 原厂的就上原厂的驱动层次 那如果你不知道 就两只都上 保证可以用 好 那驱动层次在哪里 在这一只Transformer里面 它很贴心的帮我们把驱动层次放在这里 以前是要自己装的 以前要自己装 那现在从这里就可以安装 那请各位就点第二个CH341 把它点一下 然後按次 然后install 它的驱动层次就会装 香荣版都是用这一只 那如果你是 买的是八九百块的那一片 那个是原厂的 原厂你就要上第一支 Arduino那一只 这两只 如果你不知道实在搞不清楚 你就这两只都把它上上去 所有的板子都能用 这样各位了解吗 好 請各位把驅動程式上一下 有任何問題就舉手不要客氣 設計 設計上面 然後區移動程式 時間取三次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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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起以前 以前很麻煩 以前都要另外再抓驅動 現在都很簡單 就兩三個步驟就解決了 好 那如果你驅動程式裝好之後 你把你的電腦板子拔起來再插上去 電腦它會出現說新增裝置 它會出現新增裝置 那就表示你的驅動是OK 沒問題了 那如果你抓不到的話 我們再來檢查那個電腦管理的管理員 是不是驅動沒有抓好 如果出現你新增裝置應該都是OK的 都可以嗎 好 好 那我來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檢查的時候怎麼檢查 切換一下畫面 321 好 那如果你要檢查到底有沒有裝上去 你在界面這個地方 你把它點小箭頭看一下 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各位不一定會跟我一樣 你們的可能會是3 如果你是第一次抓的話 那你裝的電腦裝置越多 這個數字就會跑越多 因為它會一直往後面加 那絕對不會是1 1是電腦內定的compone 所以絕對不是1 所以這邊會寫一個USB Serial CH340 那這個是它的那個通訊晶片的名稱 那如果你裝 買的是原廠的 它會直接寫Arduino 那如果你買的是副廠的 全部都是寫CH340 那所以這樣子就表示有了 那如果你這裡也看不到 那我們通常就會去電腦那邊按右鍵 管理這裡 按右鍵的管理 它在那個裝置管理員這邊 它會跑到連接鋪裡面 這裡會出現一個CH340 看多少 這個幾號就是你的連接的窗口 這以前要寄 現在都不用寄 現在都不用寄 所以如果說你這邊是金康號或問號 或者根本連這個都沒有 那表示你的板子沒有插上去 或是沒有裝到驅動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各位Squatch也裝好了對不對 好 那請各位來選一下 好 從左邊送過來 這裡有很多選項 我們今天用的大部分都是S2A 那S4A是早期 早期的玩Arduino的版本 那我們現在幾乎都用S2A 早期的這個是Squatch 1.4的版本 然後S2A是Squatch 2的版本 FOR 所以它叫S4A 是不是那個FOR Squatch for Arduino的諧音 那這個是Squatch 2 Arduino 所以我們用S2A 那介面就使用這塊板子 所以你要選裝的這塊板子 然後第一次 這塊板子第一次一定要上任體 第一次第二次以後不用 然後檔案這邊請你直接開下面這一個 開啟Squatch 它會自動把Squatch打開 好 1234 選好 按連線 這個不要勾 這不要勾 1234按連線 那連線之後呢 它會直接把Squatch打開 那如果出現問你Squatch要不要更新 這時候呢 那一次會失敗 就是正常打開的話 它這邊更多基模會有很多灰色的基模 而且會亮綠燈 那可是你如果打開的時候 會出現Squatch要不要更新對不對 你就會看不到這些東西 那你就看你要更新還是不要更新 就把它選好 等它更新完關掉返回再一次就好 好 這樣了解 好 那再一次你剛剛沒有開的 你就 就打開 如果剛剛Squatch已經開 Squatch如果已經開了 你要先關掉 要先關掉 因為剛剛那個基目沒有交出來 好 這樣子就會正常 就會有這個灰色基目跟亮綠燈 好來各位警察一下 1、2、3、4 1、2、3、4 S2A Plus 然後使用Arduino 然後第一次要燒錄 然後把Squatch叫出來 確定 好 這板子如果燒過一次韌體 以後不用再燒 除非你有換項目 除非你有換項目 好 你的沒有亮綠燈或沒有灰色基目的 就把Squatch關掉 再重新回去連一次 如果不行人家把他就舉手 然後接到先關掉 自動的商品 然後開Squatch 好 有沒有不行的 那個Squatch 因為他有時候會更新版本 更新版本的時候 它就會干擾你那個把機幕叫出來的程序 那你就把它更新好 或者是不要更新再開一次就好 還有你在啟動Squatch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Adobe Air也會跑出來 那個部分也是一樣的原因 那你就把它更新好再來一次就好 好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先安裝錯的話沒辦法再裝了對不對 原先裝錯可以移除啊 所以我把它 你先裝到這個的話它已經過期 結果就沒有辦法再用 那不是訊號與過期 對 只能重裝那個下面 那對 就是要重裝成下面那個社群版 如果你打開出現那個訊號與過期 就是你安裝到那個不是社群版的 請你把它到城市管理員那邊 把你裝的那一版移除 然後再去 剛剛下載回來解開不是有兩個嗎 要選下面有community的那一個 那個是社群免費版 要裝那個版本 好 社群免費版是 學校使用完全免費啦 那如果你要去贊助它的話 它一個PC一個user是100塊兩 就是整間學校你一間電腦教室 如果三四個人就是三千塊 要贊助的話 那沒錢不用贊助沒關係 它有佛系 他說老師用都免費 沒關係不用 學生用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是有點算工藝企業 很站在老師這一邊 所以如果你覺得他的東西有什麼不好 打電話跟他講他馬上會改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那個Squitch 他的Transformer的設定 跟我們使用的習慣非常接近 因為我們很多人給他指教 一天大晚叫他改這個改那個 應該都進去了嘛 好 那各位 我們繼續喔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裸板 Adeno的裸板 他的上面 好 學換了 他的裸板上面有一顆燈 這邊有一個L這個燈 這個指示燈呢 他跟十三角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啟動十三角等於打開這個燈 我們先來看看會不會開燈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點亮光明燈 這個燈有點亮後面一帆風順 好不好 好 那所以呢 各位看一下在這邊 這個操作跟跟Squitch一樣 如果你覺得那個姿態小的話 可以這樣放大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Shoot按著 然後滑鼠點地球 這邊有一個Standform Size 是這一區的積木 如果你先按著姿態小 就用這樣的方式 按著Shoot然後點地球 就會出現設定大小 然後你就把它選大一點的 大概十六十八安 十六應該就很夠用 然後右邊這一區的大小是在這邊控制 這是程式區 好 那這個視窗 一開始我們沒有要用 可以把它往左邊縮一點 這裡有個小箭頭 好 這樣程式區比較大 好 那Arduino的概念是這樣子 他你要使用他的腳位的時候 你要先設定你要用哪一隻腳 然後這隻腳要設成什麼形式 這是基礎的原理 當然他現在已經做到有些情況 沒有設定他也可以用 不過你在教學的時候 最好把這個稍微講清楚 叫劈鋼 好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要先啟用 那那個十三腳是數位腳 所以就啟用數位接腳 這個基礎拉出來 然後這裡 所以我選十三 然後因為他是我們要控制他 所以對我來講我是輸出指令 對Arduino板子來講 我是我叫你啟動 我是輸出指令 所以他是輸出裝置 這樣了解齁 好 所以我要輸出 我把十三腳當作輸出 然後做什麼事呢 這裡有一個數位輸出 把它接上去 那當然一樣要啟動十三隻 就是要叫十三腳做什麼事 然後這裡 因為他是數位輸出 所以他只有0跟1 0就是沒電 1就是有電 很容易清楚明白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寫層次 點率起不要忘記 這裡應該大家都玩過Squatch吧 沒玩過Squatch的舉手 好 還是有 OK 那Squatch是一個小朋友 可以寫動畫 可以寫遊戲 可以做電子書 可以做模擬器的 萬用的寫程式的軟體 又有多媒體 所以你可以拿來做教具 非常好用 小到寫小遊戲 做程式學習 做美術藝術學習 大到你去包那個博物館的圖書 那個多媒體導覽系統 他都可以做 好 很簡單 因為你看紀錄就很簡單 你看了就懂 對不對 好 所以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我有點律期執行的時候 他就會把十三腳設定為輸出腳 然後命令十三腳輸出電壓 就是給電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已經把它接上去 好 這邊我已經接上去了 好 那 我們的板子 跟剛剛那片板子不大一樣 這L燈應該是下面這一個 好 然後呢 好 左邊是我們的板子 右邊是你的層次 好 你看 當我按律期 有沒有看到燈亮 有吧 如果你要關燈呢 選零 零就是關燈 好 再重新執行一次 關掉了 所以程式就可以控制硬體 這麼簡單 你以前要用程式控制硬體 你如果不是學到大專畢業 有學過電子電路 學過吸引員 學過組合員 哪有辦法用程式控制硬體 可是現在國小欸 第一節上課 你看剛剛才裝程式裝好五分鐘 你應該五分鐘以內就會點燈啊 對不對 你看你們今天放暑假的第二天 第一天應該算第一天 昨天是週休 你們就第一天就變成程式設計師 還會開發硬體 這個很重要喔 你會點LED燈 你就會把家裡的電燈 改成用程式控制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你剛剛點的是LED 那如果你要控制家裡的家電 你只要把LED燈換成寄電器模組就可以了 只是換模組 程式都一樣 這樣各位了解嗎 就是我們現在要控制的是燈 所以我就接的是燈 那如果我今天要控制的是家裡的電鍋 那我就電 我就要接機電器 然後把電鍋的電線接到機電器那邊 那我程式一樣按 他就一樣打開 一樣OFF 他就一樣關掉 可以嗎 光明燈一定要點起來喔 點起來就有希望喔 光明燈點不起來 你這兩天就不用玩了 OK 就好了 對 你們那個盒子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個是鄭主任應該是歷年的研習扣下來的 那這裡面各位可以看到那個盒子 小盒子裡面有一顆藍色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計電器 這個計電器它主要是用小訊號控制大電 小訊號控制大電 所以將來你要用我們的Arduino 去控制你家的電跟控制你家的電器 用的就是這個計電器 那這個東西在各位的那個 可以自動持動的家電裡面都有這一顆 比如說除濕機 濕度不夠的時候會啪 然後開始除濕對不對 就是這一顆 那這一顆的品質也是很大的問題 那個台灣火災第一名 各位知道是什麼電器嗎 就是除濕機啊 除濕機自然有沒有 你在家裡你要出門之前 會把除濕機調到那個自動 濕度太高就自動除濕對不對 然後那個除濕機如果它用了這一顆計電器不好 它就是在開開關關的時候冒出火花 然後就整個燒起來 所以這一顆 如果你們是去淘寶買的這一個模組 上課做做實驗就好 你不要真的把它接到家裡去 然後長期用它那個很危險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用到家裡的裝置 你最好去買那個日製的 日製的 然後這一顆在我們這兩天不能用 因為它沒有帶電路 我們濕電器這樣子是沒有辦法直接使用的 它有一個小電路你要接電路 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都會買模組型的 這一顆不是 這一顆是電子零件型的 所以不適用 但是我還是會講一下原理 藍色的 對對對有點長黃金沒錯 下面有五隻腳 對 那所以我剛剛講你會點燈就很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你將來要控制你的電線 控制你家的那個大電燈 也是同樣的層次 層次都一模一樣 唯一就是你現在控制的是LED燈 所以你接在LED燈 那如果你要控制大電你就要接紀念器 就要接剛剛那顆 那我們當然都是去買那個模組型的 模組型的它就會很方便 就會很好接線 你完全不用管電路怎麼弄 好 如果 如果你的板子 接上去那個綠燈 撒了一下就 就又跳回黃燈 那有可能是板子品質的問題 因為這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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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寫VisDuno 不是它寫 這個 這個香濃版它品質 如果是買低價的 它品質有時候會 景片裡面會有一片有小問題 好 好 那還有沒有人光明燈點不亮的 沒有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麼沒有的話 我們就暫時先 我們就要繼續囉 321 切換一下畫面 好 那各位注意一下 這一支城市不能關 因為它在後面一直幫我們在處理 Squatch跟Hudno的溝通 所以這一支不要關 你頂多把它縮小 如果說將來綠燈丟黃燈了 溝通不良了 你再把它打開 看是不是寫斷線 再重練就好 好 那接下來麻煩各位一件事 先把它拔掉 斷電 我們會建議你在教學的時候 如果要把它擦線路的話 先斷電 就是你要裝東西 要先斷電 好 剛剛這一塊紅色的把它拿出來 ED module 後面的海綿拆掉 然後檢查一下它的腳有沒有彎掉 因為有時候計算的過程中 那個腳彎掉要把它掰正 不然等一下整排抄進去 好你看一下 它這兩排的針 後面兩排的針 有一排比較長對不對 一排比較短 有吧 所以 然後它的屁股這邊 電源這邊是頭 如果電源這邊是頭的話 那屁股 這個屁股就是對齊的這邊 插座對齊的有沒有 好 一樣長 插座一樣長 這個這裡是屁股 這裡是屁股 那所以待會你要放置這樣子放 好 這樣放 好 長的對長的 短的對短的 接上去的時候 有一點小技巧 好 通常我們會長的這一邊 先大概對一下孔位 好 大概對一下孔位 然後 稍微 有掉下去就好了 不要壓 還不要壓進去 然後再看短的這一邊 短的這邊也把孔位對好 好 這時候還沒壓 好 兩邊都有對到孔了 你在兩邊一起壓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突成 兩邊都對到孔在一起壓 不然學生有時候先壓一邊 那另外一邊他戳不進去 或者有一隻腳跑出來 那等一下就會某隻腳就會接觸不良 好 好 那接上去之後 你可以從旁邊看一下 那個短位應該都是剛好的 應該都剛好 兩邊都沒有多一格或少一格 好 這時候再把線插回去 好 我們這兩天就不會再拔這一片了 就不會再拔這一片了 所以如果老師你在學校教學 你害怕那個拔拔叉叉的 你就一開始就把它插好 你就不要讓學生拔叉 好 那腳位就會被他弄彎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片 這是同一片 這是同一片 不同家廠商出的 好 這邊有兩個按鈕 這個就是一般的switch button 就是一般的按鈕 然後這裡有另兩個LED 然後這裡是一個RGB 就是三原色的LED 它可以同時控制三個顏色 那所以你可以組合顏色的變化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這是一個DHT11的溫濕度計 溫濕度計 然後這是一個可變變阻 旋鈕的 所以它可以轉 可以用手去轉轉看 然後這是一個蜂鳴器 會發出叫聲 那蜂鳴器有兩種 這種是無緣蜂鳴器 沒有緣的 另外一種是有緣蜂鳴器 有緣蜂鳴器它是固定音頻的 就是像一個廁所的警報器 它的聲音就是那麼高 不能變 這個無緣的 它的發出聲音的高低 是由程式控制的 所以叫無緣 那個緣是電路的意思 沒有電路的蜂鳴器 所以它的高低音是由程式控制 好 然後這一個是光銘電阻 就是測光線亮的 測量光線的亮 然後這一個是紅外線的接收器 紅外線接收器 我們這次應該不會用到 就是你們家電視裡面會有一顆 你用紅外線遙控去遙控的時候 它負責接收 好 這一個是溫度感測器 那這一個只有溫度 然後這一個是有溫度跟濕度 那這兩個有點不大一樣 這個是類比的 它出來的數字 只是代表一個溫度的高 就是有多熱 但是它不是幾度C 也不是幾度F 它就是一個數字 變大就是變熱 變小就是變冷 那這一個DHD11 它出來 因為它另外有寫寒濕庫在裡面 所以它出來的那個數字是很準確 是準確的溫度跟濕度 這兩個不大一樣 好 另外它這邊有幾個接角 這是用來擴充的 如果你要接到外面去的時候 這邊是擴充的插座 這是D7、D8是數位的 A3是類比的 那你會發現他們做接角都會有一個GND一個VCC 然後在一個那個接角的位置 因為我們做成模組的時候 模組都要供電 那所以這個VCC就是給正電 這個GND就是負電 就是電池的頭跟尾 這樣子才能形成一個迴路 形成一個迴路 這個模組就有供電 就有電可以用 然後只有另外一隻腳是傳訊 所以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那一隻腳 是要接在哪裡 這樣就好 請大家不會接錯 那這個是給特殊模組使用的 這是這一個的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一個板子裡面 它有分輸出跟輸入的模組 剛剛封鳴器是屬於輸出的 因為它是我叫它叫 我要叫你叫 看你要叫多還是瑞還是咪 所以它是輸出的積目 叫做輸出模組 那好外線 好外線是接收的 還是拉錯的地方 那所以你看 這個第一 這個Digital也可以當輸出 也可以當輸入吧 好 然後7跟8它是流插座擴充 然後那個RGB那三個燈 它是接在90、11 然後因為RGB這三個有PWM 另外裡面有六隻腳有PWM 就是調功率的功能 356、90、11 所以它可以控制燈亮的程度 那個綠燈亮多亮 紅燈多亮 這樣就可以組合出不同的顏色 好 然後另外兩個獨立的LED D12、13 好 然後在輸入的部分 剛剛有講 A3是流擴充操作 D6是紅外線接收 然後類比有三個 旋鈕、光線、溫度 然後數位型的D2、D3是暗秒 D4是溫度 好 那 我們這邊來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些 輸出、輸入控制的時候 以前你們看 以前所有RGB的教學 你去買每一本書 每一本書打開來 第一張介紹環境設定 第二張就開始講一堆模組 對不對 一堆模組 每一個模組它都講 然後另外一本新出 新出的書 它就是可能多裡面 前面那一本幾個沒有的模組 對不對 那書很後一本 你有沒有發現 可是裡面其實很多控制的原理都一樣 那我們今天會用最 就是總跨性的講法 會把那個 讓你一通百通 就是同一個類型的 同一個類型的 我們就都把它做一次把它講完 好 好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做控制 我們現在講輸出 輸出最簡單 剛剛各位13號燈已經會亮了 對不對 好 那你把它接上去之後 好 你有沒有發現 你剛剛我們有拔插線 對不對 拔插線之後它就出現斷線 而且出現你的 你的規矩這邊 更多積木這裡就亮黃燈了 就兩個已經不相往來了 對不對 好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線已經接回去了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按返回 然後再按連線 這時候不用開喔 因為你的規矩本身是開的 所以只要返回再連線 就OK了 好 就綠燈了 有沒有 好那綠燈之後呢 剛剛我們有寫一個13號腳位輸出的 所以你可以再試一下 好 可是現在13隻腳 B13腳已經接上來了 變成這兩個燈其中一個 所以當我按綠期 有沒有 就亮在這裡了 因為你已經把它接出來了 好 來各位試一下 好 光明燈應該變成藍色的 所以任何 你如果未來要接燈 或者要接開關 就是把那個腳位拉出去而已 那這一片板子它是幫你坐實的 坐在這個位置 那以後你可以用模組把它拉出去 我這樣講會太快或太慢嗎 應該還好 對這一片板子是電 是因為這一片板子的關係 所以如果要我按檢測器放假 它上面會有寫 就算是數了 14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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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3 5 5 6 5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是把那個電線插上去之後 然後那個武功的畫面一直撥 撥完之後 那個就是燒路的動作 他就具備那個武功的所有的知識技能 他只要把它拿出來用 那個就是燒路的動作 所以你這一片板子如果要認得貴曲 認得Arduino的話 你就一定要做那個燒路的動作 好 已經有老師知道 到腳位開始玩其他的 把那個板子上面 他每一個零件上面都有寫腳位 上面都有寫腳位 比如說D級、D2、D3、A級 如果你比較熟的 你可以開始先玩一下 好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燈應該都會亮 如果不會亮 要檢查你那個插座有沒有插顛倒或插錯 我們就繼續囉 好 切換一下畫面 3、2、1 既然我們會讓它開燈 也可以讓它關燈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個閃爍的動作 那閃爍當然就是有亮、有暗 叫做閃爍 所以我就再複製一個 一樣是十三角 然後一個開、一個關 好 那在這邊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要接上去重複 好 這個地方注意一下 設定的部分 就是定義的部分 只要一次就好 所以你不用把它放在回圈裡面 至於你要怎麼用它 這時候再放在回圈裡面去跑 就像我們那個導演 請金城武來拍電影 我雇用你只要雇一次 對不對 雇一次之後我叫你去A 去做A你就做A 叫你就做B你就做B 就隨便叫他就可以 所以你定義只一次 然後那個屎又可以一直用它 好 那這樣接上去之後 原則上 應該它就會亮暗亮暗亮暗 但是 我們先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好 有沒有覺得好像怪怪的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猜猜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樣子會覺得它好像 到底要亮不亮這樣 各位人的眼睛是有極限的 我們在教這個 尤其是教硬體的時候 有些東西會跟視覺有關係 那你要瞭解 我們的眼睛作為那個速度 要看人眼睛的靈敏度 有的人看得出來 它是很快的變化 有的人看不太出來 我們眼睛的視覺佔有大概是15分之一秒 對不對 所以你在看動畫的時候 如果它動畫的影格 一秒鐘有15個格子以上 原則上你看這個動作會是順的 有人眼睛看來 你15格它會覺得有點 對不對 所以動畫的基礎的要求都要1秒鐘要30格以上 那Squatch本身 雖然 雖然它 它是高階層次的語言 雖然它其實跑得不快 它其實跑得不快 但是你還 它兩個層次 今天兩個層次直接連在一起 中間沒有delay的話 它事實上在這裡跑得還是蠻快的 跑得蠻快 你眼睛就會追不上速度 這樣瞭解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Arduino的Core 或者寫C語言 或者寫組合語言 直接這樣寫 我保證你根本就沒有感覺那個燈在動 因為速度差太多 你直接用組合語言寫 直接用C語言寫 那個硬體直接這樣跑 速度會非常非常非常的Core 你根本看不到 但是這個Squatch 因為高階層本身就慢 所以你還是可以看到它有點在動 但是又感覺不太正常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加個等待時間 等待時間當然不用等那麼久 這隨便你調 數字都可以改 比如說我0.2秒 0.4秒 隨便你 那你再重新執行一下 就可以看到比較正常一點 有沒有 好來試一下 所以在跟顯示有關的東西 你要注意一下它的時間 跟顯示有關的 你要注意一下時間 尤其是你的程式 如果它能夠執行的越低階的話 執行的越快 那這個時間就很重要 那如果程式都跑不快 那就沒有差了 好 那你現在會開燈 會關燈了嘛對不對 那所以家裡就可以做霓虹燈 可以做指示燈了對不對 你也可以去做那個商店招牌了 然後做警示燈 做那個上課下課的燈 好 我們休息10分鐘 好 各位休息10分鐘 好 各位休息10分鐘 現在是10點半 10點40上課 現在講了 你不在我 在這裡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這個 還可以嗎 還可以啊 其實 在大陸只有二代的原廠 嗯 一塊就是 只有原廠 這樣就好 應該差不多350 這樣嗎? 這樣在那邊 就有 加上一些 4到300塊左右 就比較過一點 不過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就是直接插下去 只會聽不懂 我覺得這樣 這基礎的教學很簡單 對 因為這樣的話 你放上去 這樣就是一整體 阿如果你 另外接線出來 那 他就不是這樣可以拿起來 可是這樣比較沒有 沒卡的感覺 沒有放到什麼 但是我自己覺得 多小OK啦 這個弄完之後 因為那種感覺外接的 就用模組 來做 就不用買那一大塊 就是另外用模組 或者是用這個 感覺上或者是用這個 因為這個再去接 跟女從這邊接出去 那一大塊 感覺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再接的電話更多 所以感覺上好像 不夠 對 基礎教學上都可以 對 其實我是沒有用過 只是看起來 真的 就是 這樣感覺比較好 這個 這棚外線你等一下要弄 等一下 應該 明天看看 應該弄不到 因為棚外線也是要 棚外線要有發射段 發射跟接收 這只有接收 所以要有個發射 對 就拿這個來搜它的訊號 不過因為 搜這個訊號解碼的部分的功能 要 要從 它那個進階板才有 進階板才有 沒有紅外線 所以這裡是沒有 沒有紅外線的那個 記錄 現在沒有辦法做解碼 你頂多只能 你如果有一個發射器 你可以對著它 然後發射器 發射器 你給它送電 它這個會變成高電位 它可以看到高低電位 但是沒有辦法解碼 因為它這個 一出去它就是一個很短的脈波 然後高高低 你這收不到 那如果是Arduino的程式 就可以 所以它要用它的專業版 就是付費的 一百塊的版本 它就有另外一支 所以它另外一百塊的那個版本 你外面買的紅外線 所有的地攤買的玩具 都可以搖擺 這可以把它 接著我那個 Windows的那個 行字群信 安裝都一直失敗 那你要不要登出 直接用Arduino 拿着 對 點營 對 點營 對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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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